相對另外一個他媽的 貝拉費子點很慢的 有車有房的人 然後恨自己的生活 那個妹子想要cash out的時候 他會找他不會找你 那麼 商人屬性 我想要跟大家講 就是他的好處是什麼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就是說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我其實先點商人 文藝這個不算 因為文藝這個是學生時代 我就開始點了 但是當我開始知道說 我人生要靠我自己打招的時候 我第一個先思考的 其實是商人屬性 當我要打地基 我要打 我要走長期策略的時候 我是走商人屬性 比如說 當我去旅行的之後 然後我發現這個屬性 我要開始走一輩子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情做的是 你知道嗎 幹 我當時在紐西蘭 去50天嘛 我當時有辦法去三個月的 為什麼我去50天就回來了 因為我去了50天的時候啊 我發現幹 我要旅行一輩子了 我第一件事情想的 不是我馬上要去下個地方旅行 我第一件事情是我要先回國 為什麼 我要先點商人屬性 因為 我要可以無限量的 一直在有這個長期的生活形態的時候 後勤補給是很重要的 而且這個後勤補給 不單單只是你賺錢而已 是有個生活形態 讓這個銀彈 不斷地一直往這邊的地方塞給你 所以以長期策略來講話 商人屬性其實最等一開始就要去 規劃的 商人屬性 很重要 而且這商人屬性不是說你他媽的去找高薪的工作哦 我現在講的不是這種東西 你媽找了高薪的工作 老闆不給你嫁 你沒有自由 他媽的你沒有點到商人屬性 所以商人屬性簡單就是 你有多少的人生的掌控權 你是有多少權利 當長官跟你說 嘿 你會加班 然後你可以說 幹我不加班 你有辦法對別人說不 你又有能力對別人說不的時候 你的商人屬性才會提升 所以我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去 建構我的商人屬性 當然因為我運氣好 我之前是 這個 工程師 軟體工程師 所以我薪水沒有太差 但是我本身也是蠻窮的 我的學貸也是自己還 所以我不覺得我比大家有錢太多 但是我從那時候開始的時候 我就不斷的把我所有的錢 都想辦法變成是 提升商人屬性 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你如果要去點你的技能書啊 這是我的方法 提供給大家 就是你要買經驗大於買東西 再說一次哦 你要買經驗大於買東西 因為這個商人屬性 他不只是這個自由 還包含你怎麼去利用你的財務的這個情形 我現在不是要跟你講所謂的什麼投資 然後跟你講說什麼什麼儲蓄 或什麼記帳 我現在不是講這個概念 這個東西很棒 但它都是一個比較外型的東西 我要跟你講的是一個 你有沒有辦法 可以最大化你的資源 去為你的人生去打造各種硬價值 為什麼他媽的我現在 可以一整天都在外面 練我的硬價值 我可能一天去健身房兩個小時 然後再去 練拳擊 然後再去練我的英文 對不對 然後再去練我最近學的俄文 然後我再去請 請老師 然後我可以再回來這個時候 來跟大家做直播 為什麼 不是因為我有錢 是因為我把我的生活型態打造成 我可以最大化 我去點我其他硬價值的一個情形 我花了很久的時間去籌劃 建構這個商人屬性 這個屬性 只要一點層的時候 很多人都很羨慕 我現在的情形是說 你都可以白天就去訓練 然後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去做這個提升的東西 然後你回來再工作什麼的 像我可能就不行 我白天就要上班 回來就很累了 就不能弄 為什麼 因為我很早就開始準備了 好 所以商人屬性 很重要 越早規劃越好 如果你要走長期戰的話 好 回到剛剛所講的 買經驗 大於買物質 就是這個概念 台灣很多男生 幹你們要被Blue Pier 洗腦 就是說 女生一定要你有車有房 才願意嫁給你 才會對你好 幹 他媽的這個東西 這麼害死一群人 你他媽的買一個車 再買一個房子 你就 你就 你就卡在那邊了 你知道嗎 你先不用講房子 你光買一台車 我就可以點很多很多的屬性了 然後呢 如果你買車買房 不是你想要買 所以你覺得這樣才能把他到妹 超不划算 所以我這邊要先講一下 如果說你真的要買車買房 你有投資的一個思維 去 方法來去做 完全認同 你有自己的投資 這就是我的商人屬性投資方式 可以這個才是可以最大化我的商人屬性 但如果說你他媽因為買車買房 是因為為了把妹 根本就是最慘 這為什麼最慘很簡單 第一個你他媽沒有洪耀完覺醒 第二個 你存了這麼多的車子跟錢 你到他媽一結婚 你有那麼多東西就整個被歸零啊 你只有他媽當賽的份 你沒有upside 假設我就沒有車沒有房 妹子怎麼歸零我 我他媽的硬價是一大堆 全部都是摸不到碰不到 你看我剛講說的東西 智力看不到摸不到啊 讓人旅行 看得到摸不到啊 全部都不是東西 社交game看不到摸不到啊 好我相信那個妹子了 他想歸零我 幹他怎麼歸零 而且因為我沒有這個貝拉的face的關係 剛講的商人屬性貝拉的face 他被我吸引就只有可能是alpha face的 所以你完全立於一個不敗之地 你連妹子要可以被 你要可以被歸零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就要跟大家講 如果你點商人屬性沒有點好的話 是很嚴重的 ok 那這也是我來講 你要把錢花在自己身上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要講的 所以你要買經驗 大於去買你的物質 就是這樣的概念 但是 這邊要講就是 商人屬性的優點 其實有時候有變成是缺點 因為我們常常在講嘛 瑞皮爾常常講 女生的hypergamy 不是只有alpha face而已 還有beta face 所以我必須很沉痛的告訴你 沒有錯 如果你點的是像我這種 商人屬性 就是說你的價值很滿 但是你是不穩定的話 如果這妹子想結婚 或是這個妹子想要 cash out想要兌現 那你可能就buy了 我不得不承認 相對另外一個他媽的 beta face點很滿的 有車有房的人 然後恨自己的生活 那個妹子想要cash out的時候 他會找他不會找你 但問題是你現在瑞皮爾覺醒了 你紅藥尾覺醒了 你會覺得這樣是一個損失嗎 還是你會覺得 幹好好險 自己去想 所以我只想跟你講 就是說這個東西 它當然有壞處 它的壞處就是你的 你的beta face 會比那些真正一直在狂戀 beta face的男生 就比較不穩定 那妹子確實有可能 因為這樣而離開你 確實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 就是 商人屬性 你如果按照我的方式去點的話 會冒著風險 的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做自己的選擇